每兩年 每兩年會在美國 歐洲 跟中國 在三大地區會去舉辦這個Solar Decathlon 所謂的太陽能十項全能競賽 十項全能競賽 SD 是美國杯Solar Decathlon SDE 是Solar Decathlon Europe 歐洲杯 SD China 那China這一陣子在 今年是大同 山西大同 然後SDE 是去年在西班牙 SDE 今年在美國加州 每一次的比賽 每一屆都會有20個隊伍進到決賽 他們是提案 然後很多隊伍提案之後 可能只有20個隊伍都進到最後決賽 那最後的決賽是怎麼決賽呢 就是這樣 決賽 非常殘酷的決賽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蓋出來 蓋出來 你們不要縮 縮一堆 他很厲害的樣子 蓋出來 20個隊伍必須在這個場地裡面 每一個都很嚴格的規範 房子多大多小的範圍內集 比例多少 房子多高 非常嚴格的規範 你們說你們很厲害對不對 你們說你們這個省能源可以怎麼樣 生活又舒適對不對 蓋出來 現場直接檢測 直接真的去測所有 你們號稱很厲害的東西 我認為這是非常嚴苛的比賽 他只接受 他接受的是大學來參加 所以是一個屬於教育性質的 全球很多大學都在拼這個東西 因為能夠拼這個比賽的大學很少 這今年的競賽 所以明年競賽場地 就在巴魯羅夫 關閣的馬爾賽宮 距離大概10到15分鐘的走路的路程 有一塊地還是在巴魯羅夫 關閣的內 它現在已經開發出來變一塊競賽場地了 到時候連20棟建築 還有選手村 還有活動 通通在那個地方 它就變成一個短期 就一個10天的一個大型的一個活動就對了 所以到時候我們在施工程都要出來 就跟聊一下 所有全球20個隊伍的人 學生老師通通處在那裡 最後 跟各位講的一個事情是 我們這個房子因為在預計在四月份 五月份左右會上船 四月多要上船 在之前我們都要做一個事情叫做世祖莊 那世祖莊這些事情會在哪裡發生呢 是在華山 然後 會在這裡講的原因是 是我們可以有徵招有興趣的老師 或者是可以帶學生來參與這個計畫 而且是目前我們都只有在藝術生活類的活動裡面在講的 那 我們在招募的是這個 有一個叫東令營 但其實就是我們在華山會實際把我們這個案子在那邊做 可能不是完全一筆全部建築 因為現場不是一面組裝裡面會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就是讓參與的老師跟學生 也順便有機會來接觸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所以有興趣的老師可以直接找我或找公老師 找公老師 你們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或者你們如果可以 因為我們學生應該也會開放太多啦 因為人多也手雜嘛 但是我們應該就是會到時候詳細資訊還會PO出來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 除了跟我們講 你可以上我們的網站上面 網站或者是臉書上面 追蹤一下我們的進度 我們都一直跟學生講說 你這一輩子沒有什麼機會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短短的一年裡面做到一件這樣的事情 從頭到尾做一次 然後還可以到法國 我說到一個國家 重點不是去玩 是去生活 你們不死 還是去工作 我覺得那個經驗很難得 高中生 東寧有機會 我是覺得那是非常難的 真的有一個機會 但是我還不確定 到時候我們會多少一個開放出來 OK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 或者是有興趣參與 或者說想了解這些事情的話 其實我們還有做別的事情 但是真的講出來也讓大家太亂了 就是挑幾件事情來講 比較目前最重要的是這個事情 平均每一兩年都會有一件比較特殊的事情 大家去忙一陣子這樣子 OK 謝謝大家